在信中我就寫 我这一年来所经历到的种种的成长或者是困难 那也跟他也在信里面也写到说 为什么我要 我决定要走在这里出家 然后我想应该是那份 然后同时在信中也真的很感恩 就是父亲一路以来的陪伴吧 然后也知道他的不同意是因为很深很深的不舍 那我就分享了我对于父亲的这个感觉给他 我想应该是那封信之后 他就是愿意让我留下来 9月9日上午9点 巴古山森杰大学与地藏菩萨圣诞纪念日 举办一年一度的剃度典礼 共有一百五十多位民众为新界法师 与十六位心童撒米 心童撒米尼恭喜祝福 其心礼赞生命蜕变 见证新一代龙像诞生 第一道愿管一切恶 第二道愿修协善 第三道适度协助身 第一道道想触碰 只想摸米尼 为什么所有稍異 只想摸米尼 一頭一頭 書家人穿女裝 可能在家也不一樣 在家中人師 可能要穿西裝 打領帶穿提琴 你說可能要翠翠骨髮 可能要什麼 輸出這個脫髮 可能要化妝 一般的事件是這樣子 那我們出家人 就從形象開始 改變 跟在家中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提醒我們 那修行 因為我們出家 修行就是要放下 世間的五慾 五慾 靈體的權威 還有呢 要放下我們過去所擁有的 能力 智慧 學位 就是呢 重新 重新的一個新生意 就是我們 從初家的第一天開始 我們開始了 有的 法身 為你 所以我們 要從 我們的 聲音 心理 口誼 種種 來改變 來學習 所以呢 今天 用聖禮師父的 教我們的三句話 跟大家共勉 再講一次 好 第一句呢 就是 各位 師父 好 現在就是對我們 教團的 精神中心 就是 我們方丈人 還有我們教團 我們身 還有我們絕對的信心 第二呢 就是呢 凡事有煩惱 覺得有心理有矛盾的時候 首先 要想到的 那就是 自己的問題 第三呢 就是要將 煩惱消歸之心 要實時呢 向內自行 自己呢 是不是 是跟 貪嗔吃飯你的煩惱相應呢 還是跟 貪嗔 有矛盾相應呢 祝大家 身心健康 萬事獨益 發起獨安 可是真正確定自己要走上這條路 其實是 讀了師父的故事 我真的是讀了師父的生命故事 然後 師父真的是用盡佛法 就是用生命去體會佛法 然後 分享給世界上 不管是不是佛教徒的人 對我來講 這是非常非常珍貴的一種心意吧 我覺得 不是只有佛教徒 才需要佛法 或者是我們不需要把所有人變成佛教徒 而是能夠讓佛陀的智慧 能夠進入到人的生命裡面 能夠轉換我們生命當中的種種的苦難吧 所以我覺得 只有出家修行這條路 從自己去轉換自己生命當中的苦難 才真的能夠使法入心 然後把自己體會到的佛法 真的能夠分享給人 他一直是很好很好的學生 然後能力也很強 所以他來這邊只是更上一層樓嘛 所以是 那個 祝福 他可以那個 在知識上有更好的發展 反正從小就開始跟我接觸佛教這樣子 然後他到研究所應該是 就開始接觸法古山 他一直說聖允法師是他 這一輩子的真正的師父 他很尊重 很尊敬聖允法師的法 然後很像契合這樣子 那他就以前經常來當義工啊 還有參加一些禪學營 然後就後來就報考升級大學嘛 他對這個就很有興趣 然後也是他的心願啊 他說他想利益的不是只有自己的家人 不是自己的父母親 他要利益所有一些眾生 他要生生世世的父母 那因為他這麼喜歡這麼開心 我就是也是要成全他 祝福他 在菩提道上能夠更上一層樓 然後把智慧德恩的學好 將來可以跟很多眾生接遠 祝福星界法師展開新生命 2018年法國全剔度大典 在發喜的感動氛圍中 畫下圓滿句點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